各位比丘 比丘尼 撒密 撒密尼 各位居士 大家还没用完 慢慢用 那我们请放长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 这个《诵法华经》的用心用意 那么《诵诗法华经》怎么样子的用心 怎么样子申请义乐 耗耀 怎么样子相信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功德利益 在一定意义上跟我们送完经之后的两节 两节正式的演讲解释《法华经》的内容 略是《大圣妙法华经》这个内容 当然也是有关的 不过在我们用斋的时候所提的 主要就是在方法论上面 方法原则或修行原理上面 这个就是哪怕 当然它在一定意义上也会跟 也会跟这个《法华经》的道理 当然是一定是有 也有 也有它的关系的 不过呢 我们之前呢 有提到《诵经》方法的时候 我们就提的是一个根本的原理 这个原理呢 马那里诵《金刚经》《弥陀经》《吉他经》 基本都通用 可是到了这一次呢 我们在谈《诵法华经》的原理用心的时候呢 就渐渐的会导向说 那现在 共通的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还是有它不共的殊胜处 那么这个不共的殊胜处呢 在一般在近代 近现代以来的佛教环境里呢 他就不太提这个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被强调说 佛佛道童啊 各经的价值是一样的啦 我们不应该顾此施彼啦 还有在众生根气不同啦 我们不要去当中做分别等等 这种说法 那这种说法呢 我自己也福音这个说法 但这是在 《法华经》之外的经典呢 可以这样 《法华经》当分的经典 就是当分在《法华经》这件事情上 当然 也因为是我学习天台中 那从天台中的角度来看的话 不是因为说天台中 依《法华经》做教典 所以我这样讲 不是 是说天台中他看到了《法华经》的道理 那么以这个道理来建立宗派 所以基本上是先有经才有天台中的 不是先有天台中才先有《法华经》 也是因为先有《法华经》的特殊道理 然后来建构了天台中的圣生的叛教 跟对于佛唯一一佛称的那个道理的理解 所谓的开释误入 所谓的开释误入 佛之之间是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缘 那所谓的实相乃是以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因 如是原 如是果 如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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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本末 如是本末就经等 这个实如是 实如是 如是相 相如是 事相如 这样子刚好是空甲中三地 这些都是在《法华经》上面展现出来的 对究竟般若的一个很深的看法 这个看法是基于《法华经》之前的所谓般若经的理解 然后理解了之后 从慧文大师到慧师大师 就观念上面的提醒 到了智者大师 第四代 第一代就我们把它推为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 慧文 慧师 智者 那么这三位在中国 合起来就是三加一 就是四 智者大师是第四组 到了第四组智者大师 他综合了前面三位祖师的理解 之后将般若的道理汇入到《法华经》 或者说倒过来讲 从《法华经》的道理来理解 圣生的大圣般若 般若有分大圣的不共般若 跟森文圣的共般若 也就是说道理有了基础的道理 基础的道理大家都知道 一加一等于二 那这个叫做十净位的加法 那如果二净位呢 二净位一加一等于 一加一等于什么呢 一加一等于一零 等于一零 是这样 那是二净位的做法 电脑就是用这种做法的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基础大家都一样的 就是只要是十净位 那十净位就你看到一 从一一直到九 九 那到第十位就净位 叫做十净位 那么好 那么就是说有共跟不共 那么智者大师呢 在前面长老的努力用功实践之下 那么累积了教官的道理 教官双美的这个内容 历代汉传的祖师们 基本上都是单一祖师 他透过修行 那有了创建 那也建构了固定的修行方法理论 然后同时也有追随者 追随他这个方法理论成功 那一路的这么这样子的延续的下来 但是天台中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宗派 他特别的就是说 他是在三位大德的基础之上 而且三位大德都是有解有形 不是偏解也不偏行 然后呢也不是单独 智耳大师自己 创宗 不是 他在前面三位大德 而三位大德呢 居然有一位是印度的八宗共主 龙树菩萨 所以说天台中的创宗 事实上是相对来说的话 是缓慢严谨 而中国佛教宗派最早的一个宗派 后来的宗派呢 大概也就是一师一徒之间 相互授受 然后就能够成立了 你比如说禅宗的话 从六祖最有名 他真的是开悟境界 甚深深 但是往下传的时候 一花开五叶 固然是这样 但是那是一花接着就五叶了 他没有说那个花有五花三花 来集结成一花 所以就在他那一代就完成了 那一代就完成 所以南宗的禅宗 南产 南方产 他就成立了 但天台中不是这样 天台中他经历过 这个印度的大德 然后呢 汉传的两位 慧师慧文大德 都是实修实正道 神秘不可测 然后他们呢都读经 你比如说六祖大师 也读经章经 是 但是他没有那么强调经章经 特别是强调他六祖大师 他自己的一个物竞 好吧 那么就算说有金刚经 他还是叫你送 就解经刚经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你也不能说没解 但是呢 还好 就是他没有成为一个叛教系统 但天台不是的 他不是解经 他深入的解经 他不但深入的解经 他依这一部经来进行 对整个佛教的判色 跟鬼犯 然后最终就知道了 佛的一佛证的用意是什么 那从这样一佛证的用意理解 反过来再来看 我不太清楚 反过来再来看 让他成为这一部 这样理解的这部法华经 再来读他 我们后来的人 以这个理解 再反过来读法华经 哇 那整部法华经 他的结构 他的深度 他的影响的范围 在后代的天台哲学 学者来讲 就会非常的广泛 深刻 严密 而且他是照耀的 所有的佛教的内容 佛陀所说的三藏十二部 都在一部法华经之内完成 所以说法华经 在这样理解之下的 持诵法华经 那是不同于持诵一部金刚经 也不同于 天台人的诵词一部法华经 不同于禅宗 或者一般人 华言宗在诵词他的华言经 跟诵词他的金刚经 不同 他的重量不太一样 那你说没有啊 华言宗在华言宗的人 眼里来看 也是基华言宗来做叛教 当然我们都知道了 如果你清楚的你就知道 其实华言宗的叛教 是站在天台中的基础 他给予了 他应对华言经所需要的叛设 他不是单独从华言经起的 虽然华言有十玄门 但在叛教当中的话 十玄门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当然法华经在叛教的过程当中 他也不可能满足了全部 但是呢 他在极大意义上 从叛教反过来看 法华经的话 那他占的分量比非常之高 那么这个 讲这个话的人当然 我以上讲这句话 对一般人来讲 可能都觉得 好像每个字都听得懂 整个整体的意思 你可能不太清楚 没有关系 你只要相信说 这就是天台中他特殊的地方 他在跟法华经的那个关系 是超过了任何宗派 跟他自己创宗宗派的经典关系 密切关系 非常之深刻 那么从这样深刻当中 他去修持这部法华经呢 他有他一套的方法 这套方法呢 也就建立了汉传佛教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修持法门 那就是所谓拜禅 所有的禅法 中国的汉传禅法 就是两大系统 一个就是保智禅师 跟智德大师前后期的 保智禅师的所谓 我们所谓的梁黄禅 另外就是所谓的依仪 天台中为系统的所谓法华禅 那么所谓的华颜禅 华颜禅完完全全就是 根据法华禅做什么 做调整 所以呢 没有了华颜 法华禅就没有华颜禅 所以华颜宗在当年 他并没有那个企图说 他要自己形成一个 修持经典的方法 除了诵经以外 在拜颤这件事情来讲 他直接就是挪用天台中 当然我们很乐意 我们也不会有什么看法 只是说这是本来 这是很好的 这也证明了天台颤法的 一个特殊性 天台颤法对诸位来讲 跟诵经有什么关系呢 诵经就是天台颤法的 一部分 或者另外一个角度说 也可以说成是天台颤法的 后阶段 高阶阶段 也可以说为是另外一个 天台颤法的 表现形式 都可以 是颤法的一部分 或者颤法的高阶阶段 或者是它独立成为 也类似于一个颤法的意义 都可以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了解了天台颤法 那我们也会进一步的 更知道天台颂经的意涵 就会有三个意涵 要么就是它也是颤法之一 要么就是它颤法的高阶行动 要么就是它是颤法的 独立的一种颤法 都可以看出来 那颤法是什么 当你去理解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宋法华经》那又是什么 你看看 这都是一套严密的 也是择思 也是修行系统 这个系统呢 当今我们看得到的文献 无论是藏传佛教 日本佛教 还是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相对就没办法了 因为他的经文 他的思想基本上定型化了 主要是定型化了 就相对就没那么复杂 他只要照顾的是一个个人的生命样态 他不是照顾到整个法界 所有的众生 他的目标是成佛 累劫 百千万亿劫之后的成佛 他不是照顾这个 所以说这个鸡同鸭奖就不能比 篮球跟棒球比 没办法比 不过约略的以强弱 或者凡复 凡复还是简易来说的话 也不能这样讲 也不是天才凡复 那个照顾的层面大跟小来说 那没话讲 大圣就是大 包括禅宗也好 华言也好 乃至于藏传佛教的红白黄花 他们关注的基本上都是大圣 相对说广 可是再怎么广的话 很少像天台中这样子 他照顾的层面 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那也因为这样完整 他说五十跟八教 八教里头提到一个 一般人 不是天台中的人比较不理解的 就是所谓的化仪式教 一般来讲化仪式教 在天台中的学人当中 本来也不会太在意 因为仪是什么 仪式方法 那这是仪式方法 那管他的 反正就做就对 好像是这样 不是 因为世尊总是 他要摄受众生 他总是有个行动 那个行动就叫仪式方法 那这在提他宗派来讲的话 有提到内容 但很少用 用这种观念来给予分类 没有 所以呢 天台中在这方法论上 跟所谓的佛法系统论 最后就成佛的原理等等这一类的 他天生就很完整 那这些完整的最后都在 都会用来 或者引用来 让你重新反抗 法华心 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 我注解了一部 就是急注 不算是我个人注解 我急注 急注就是包括我个人的注解 包括古德的注解 那时候我在柱山那时候做 注解 法华三妹唱 那注解完了之后呢 美国有一位法师 他后来要做博士论文 他有来亲自跟我讲说 是不是给他把它翻译 翻译成英文 翻译完了 大概在加减一些内涵 他大概就完成了 他的华言唱法的论文 是这样 我说没问题 我们是和尚 我没有在谈这什么智慧财产权 你尽管用 这样 那么这部法华三妹唱 是慧师大师教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呢 在教导他的弟子 其中有一位呢 就是很有名的 这个 名字我会是忘记 就是从韩国来的一位法师 他也教 所以说这个法门 传到韩国传到日本 日本到现在比瑞山 还有这个法门的建筑 他一个法门可以形成一个建筑 你想想看 他非得要有那个建筑不可 这个在华言中里 也都是随学而已 那是天台的创建 创建 那我们在于兰盆法会当中 拜法华灿的时候 会有那个动作 走的那个动作 就是在模拟那个建筑物 然后再加上一天要三四洗澡等等 这些都是法华灿里头明文规定 那好了 那这个来讲 我们今天 《宋法华经》那是什么状况 你要知道 我们说 《宋法华经》可以被看为是 法华三昧灿的某一种 另一种形式 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是高阶形式 一个独立形式 不高阶 它是独立的 平等 另外一个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高阶形式 那也可以把它看作是 它的形式的一部分 可以有这三种看法 那你就问了 那到底要哪一种 哪一种 看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是因你跟法华经的关系而已 但是就现在我们大家正在送法华经 这件事情来说 这件事情来说 我们基本上会倾向于把它看作 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因为我们终究没有拜灿 所以不能看作是 我们送法华经是在拜灿当中的一部分 当然不能 那你说它高阶于法华三昧灿 对诸位来讲 恐怕不适合 对法藏个人来讲 净乎适合 净乎适合 它有它理由的 它是送法华经 基本上就是拜法华三昧灿的高阶修行 我们万佛寺呢 平常时候的周六周二 固定拜法华三昧灿 就是那些行事 那我有时候我忙 我没有在这里头跟着拜 没有拜那个法华三昧灿的行事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送法华经 那也等同拜餐 因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它的高阶行事 对我们这样子的人 可以讲成高阶 那对诸位来讲的话 或者我们正在法会当中 适合说他的说 他是法华三昧灿的另一种行事 这样就OK了 所以诸位啊 你们也同时在送法华经 同时也在拜法华三昧灿 这样就是一严二枯 一间二故 概念上是这样子 在天台的修行系统跟哲思当中 他可以看作是这样 这也是我第一次讲 第一次讲 大概我讲了八千多个小时 过去到现在这样 还没讲过这个道理 那么第一次我讲出这样的观念 这个观念当然 酝酿在我心中是很久 在天台中本来也有 这种观念是存在的 只是说我用这样的清晰的方法 把它讲出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就要用 拜灿的观念来看 《诵法华经》是什么回事 来帮我记一下 下一个讲词 帮我记一下 好 那如此 那我们见节哉 我们下一个继续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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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的